我正在公司里和律师商量准备起诉离婚的事 这时岳母给我打来了电话 小杰你快来医院 婷婷受伤了 很严重 我先是一愣 接着内心不由的幸灾乐祸起来 报应来得这么快吗 不过我在电话里依旧表现得很紧张 并表示立马就来 看到躺在病床上 全身都包着纱布的妻子胡曼婷 我感到一丝怜悯 不过也就一丝 小杰 医生说曼婷半边脸都毁容了 呜呜 岳母把我拉出病房 哭得生死历竭 那身上呢 身上还好 只是轻伤 婷婷最爱漂亮了 没等岳母说完 我直接摇了摇头 可惜呀 岳母有些疑惑地看着我 我没理会 对着她冷笑了一声走回了病房 胡曼婷看到我朝她走来 有气无力地开口说道 老公 我是不是伤得很严重 我顺势牵起她的手 我顺势牵起她的手 冷漠地说道 可惜呀 只是毁容 便宜你了 话音刚落 旁边的护士瞥了我一眼 胡曼婷也瞪大了眼睛 可是脸上的伤 无法让她对着我愤怒 立马就因疼痛皱起了眉头 小杰 你说什么呢 岳母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清了清嗓子 认真地对着胡曼婷说道 我要和你离婚 为什么要离婚呢 李婕 就因为婷婷毁容了吗 啊 你还是不是人 岳母紧张又气愤地抓着我的手臂 胡曼婷看着我也是一脸惊恐 接着流下了眼泪 但是不敢大声哭喊 这是一旁的护士提醒 不要影响病人情绪 我立马点头表示抱歉 接着轻声说道 你和吴永强的事我都知道了 胡曼婷听着我的话 眼底透出一股惊慌 我故意回头看了看岳母 她立马避开了我的视线 尴尬地转头看向胡曼婷 果然 只有我才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 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这婚注定要离了 回去后 四家侦探已经在公司等我了 她不仅收集好了所有证据 还弄到了发生爆炸餐厅当时的监控视频 监控视频上看 胡曼婷当时和一位男性 还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女人 在包间内给一个小男孩过生日 接着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声响 胡曼婷想要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然而在开门的一瞬间被爆炸的冲击波炸飞了出去 其他三人倒是及时握倒只是一点皮外伤 这个男人就是半年前被胡曼婷引建来公司做我司机的吴永强 而那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正是吴永强的母亲 小男孩是胡曼婷和吴永强的儿子 今年已经五岁 令人唏嘻的是 爆炸之后 吴永强只是带着他母亲和儿子先行离开 连送胡曼婷去医院都不敢 生怕自己暴露 看完视频 我不禁感慨 我把他当个宝 他却当我是根草 还是根绿油油的草 晚上我刚回到家 没想到岳母却主动找上门 小杰呀 我想你或许有点误会 我们能聊一聊吗 我内心一阵鄙视 这还能有误会 不过我还是勉为其难地让他进了屋 小杰 那个吴永强 以前曾经是追求过婷婷 不过他们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冷笑道 没有任何关系 岳母头摇得像多浪谷一样 还言之早早 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婷婷就是太善良 被她死缠烂打 所以才介绍来给你当司机 你立马把她开除了就行 看着岳母诚恳的表情 要不是有证据 我真的会相信她的话 我拿出手机 点开视频放到她面前 视频是吴永强和胡曼婷在车里激情的视频 敬爆场面 看比某些网站的小电影 岳母看了几眼 立马推开了手机 我玩味地看着岳母 这就是你说的没关系 听着我的话 岳母瞬间沉下了脸 接着说道 小杰 这一定是吴永强这不要脸的逼迫婷婷的 对 你告吴永强非礼婷婷 让她坐牢 什么玩意 想借我的手除掉吴永强 这算盘未免也打得太响了吧 岳母依旧在说着胡曼婷的好话 目的就是不希望她和我离婚 我看着岳母的脸 瞬间觉得一股恶心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 我知道她们想着是什么 不就是我和胡曼婷只是刚领证 婚礼还没办 财产也几乎都是婚前的 如果这样离婚 胡曼婷什么都拿不到 我说 吴永强还是胡曼婷儿子的亲爹啊 您这是准备大意灭亲啊 我一脸鄙夷地看着岳母 接着又拿出一叠照片放在桌面上 那是胡曼婷偷偷和吴永强 还有儿子一起去其他城市旅游的照片 还有当初胡曼婷刚生孩子时候 他们三人拍的全家福 见到我手里的证据充足 岳母也彻底死了心 片刻之后 岳母沉了沉脸 对我说道 既然聊不下去 那就离婚 不过 你得给婷婷一笔补偿费 早就料到了 我冷笑地看着岳母问道 说说看 怎么补偿 你现在住的这套房留给婷婷 另外再补偿个二百万 我就让婷婷和你离婚 我站起来看着她 这才你今晚来的主要目的吧 岳母没有回应 冷哼了一声 嘴角扬起一个不屑的笑 我要是不答应呢 岳母眯了眯眼 那我就不会让婷婷和你离婚 接着我还要去公司和网络上闹 你想想名声 重要还是这点钱重要呢 我看到她的眼里透出一股狠力 我摇了摇头 感到一阵无语 难道在这些人的眼里 法律都是虚设吗 你觉得我手里 这些证据不够起诉离婚的吗 听着我的话 岳母又笑了 脸上的褶子 让人感到一丝恐怖 那些视频很模糊 真假也不确定 另外大强给你做了半年的司机 你觉得他不知道一些 你商业上卑鄙的手段吗 我皱了皱眉 吴永强这半年确实一直给我做司机 因为是胡曼廷介绍的 所以我还是比较信任 有时候出席一些私密的商务应酬 都是他陪伴 我自认没有任何商业违法行为 但是应酬期间 难免有些客户谈论过一些敏感话题 有时候包间内还有陪酒的小妹 不过吴永强有没有偷拍 什么我真的不敢确定 见我有些犹豫 岳母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离开的时候留下一句话 你考虑下 一周内如果我见不到你的钱 那就别怪我了 帮我调查一下吴永强 当晚我立马给一个朋友发了一条信息 作为一家公司的小股东 商场的阴谋 我都不曾有过害怕 更不担心这种事 只不过最痛恨有人威胁我 所以这件事我自然会认真处理 不过在此之前 我也要做好万无一事的准备 一周后 这位朋友约我见面了 阿杰 这个吴永强我已经调查过了 没有偷拍任何东西 确定吗 朋友自信地笑了 我们认识二十多年了 你难道不信我 没等我说话 朋友又小声地说道 我已经亲自帮你招呼过他了 我才一说会帮他照顾他的爹妈 他就已经吓尿了 哈哈哈哈 李杰 怎么样 考虑清楚了 没有 还考虑什么 我们法院见 只要吴永强这个不确定 因素落实了 我一点都不慌 电话里岳母气急败坏地怒吼道 你有种 你等着 我要你身败名列 挂断电话 我还和朋友说起了岳母威胁我的事 说实话 我们一致认为 这个老太婆只是想要钱 还没胆子那么做 然而才过一天 我就发现自己低估了他 一天之后 各大自媒体平台都是在转发岳母和胡曼婷控告我的视频 视频里 胡曼婷声泪俱下地哭诉他自己因为意外毁容了 就被我抛弃 还拿出一系列所谓的证据 其中就包括我和他交往第一年 我逼他去堕胎的医院证明 我和胡曼婷是在一场酒会上认识的 当时他是一家公司的商务代表 因为和我们公司有业务对接 所以他主动要了我的联系方式 几次接触之后 我对这个漂亮的女生也渐渐有了好感 当时他告诉我自己是单身 所以我也根本不会想他已经有过孩子 之后公司组织的一次酒会 我们再次见面 在酒精的作用下 我和他也顺其自然地睡在了一起 然而一个月后 胡曼婷就告诉我他怀孕了 当时我准备对外宣布 他是我的女朋友 并且让他生下孩子 然而他却表示他们老家的习俗 要结婚才能生孩子 但是我觉得结婚毕竟是两家人的事 而且我们交往时间太短 他哭着表示理解我的为难 所以主动去医院打了孩子 当然作为补偿 我送了一台车给他 并把他调到了自己的公司工作 一年半后 在胡曼婷暗示和他母亲的一再催促下 我答应了和他先领了结婚证 并且给了他三十万彩礼钱 看着如今 他在视频里这样诬赖我 我真的无法想象 当初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眼下 以前只是听说网报的可怕 然而这一次我才真正的体会到 胡曼婷的视频仅仅两天就超过了两千万的播放 而且下面的评论几乎都是轻一色的在骂我 渣男太可恶 居然还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道貌黯然的渣男 姐妹我们支持你 这些不知实情的网友显然被带了节奏 而且他们的支持还真是有行动的 我的公司一下子就收到好几个花圈 上面写着各种侮辱性的言语 前台还被泼了红油漆 就连我的车都被人挂花 就在我到派出所报警的时候 岳母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李杰 知道怕了吗 我劝你按照我的要求来 别逼我报更多的料 我冷笑了一声 你还有料报吗 我现在在派出所报案 你的所作所为都将付出代价的 电话里 岳母明显犹豫了 好一会才有些紧张地说道 李杰 你还真敢报警啊 你就怕事情越闹越大 他原本笃定有吴永强 这个不确定因素 我不敢把胡曼廷那些乌绰事随便发出去 然而他想错了 从商这么久 保险一直是我的第一观念 所以我本想持几天再报警 不过他既然先对我发难 那我当然必须反击 我懒得理会岳母的废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同时给朋友发去信息 让他做事 当晚 朋友安排了个小号 分发这些证据 大反转啊 原来是个海后 这个女的都有孩子了 真正的渣女啊 做婊子还立牌坊 太不要脸 我也是没想到舆论发酵的效率如此之高 仅仅一个多小时 网友全部倒戈攻击胡曼廷 就在这时 估计胡曼廷着急了 直接开了直播 我知道大家看到那些所谓的证据 我确实有孩子 但是李洁一直都知道 他想歪曲这些事实 还有那个车里的视频 完全是造谣 我将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不得不说 胡曼廷还是很懂得拿捏网友的情绪 他这么一说 又有一半网友再次反向 这时微信响起 是朋友发来的 等着看好戏吧 我正疑惑着 这时朋友直播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吴永强 非常抱歉 打扰到大家 我叫吴永强 我是胡曼廷的男朋友 我和胡曼廷有一个儿子 胡曼廷的母亲 一直看不起我 所以没有让胡曼廷和我结婚 他和我说 帮上了一个大老板 等他赚到钱再和我结婚 哇塞 这一出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 朋友居然能让吴永强直播硬刚胡曼廷 这极限拉扯也是绝了 胡曼廷吓得直接关了直播 我也立马给朋友微信 回复了一个牛逼 吴永强直播里把自己和胡曼廷的交往经历都交代了 还有想要如何从我这里骗钱的事也都说得很清楚 最关键还拿出了他们交往的照片 这下胡曼廷彻底人设崩塌 胡曼廷这时也给我发来语音 一连串的污秽言语 我反手一个删除好友 这才到哪呢 婚都还没理 我付出的东西也还没拿回来呢 半个月后 我正式起诉胡曼廷 这期间 岳母和胡曼廷约见过我 还表示离婚条件可以谈 但是我没有接受 为什么要谈 都已经扯到如此田地 那就干脆彻底撕破莲好了 在我提供的证据之下 最终法院判处胡曼廷重婚罪 另外涉嫌诈骗 金额已经超过百万元 监禁五年 并且归还我当初给的彩礼 另外还有精神损失费 虽然他和吴永强没有领结婚证 但是符合 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 后又登记结婚 属于先逝时婚后法律婚刑 所以中婚罪也是坐实 而岳母贤配合胡曼廷诈骗 还涉嫌威胁 所以判处一年监禁 至于吴永强虽然也涉嫌配合胡曼廷诈骗 但是考虑其主动交代 所以从轻发落 也判处一年监禁 正是离婚之后 这起闹剧也算正式结束 后来我好奇地问朋友是怎样让吴永强配合的 他告诉我 只不过给吴永强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叫做过河拆桥 确实 如果胡曼廷真的能从我这里拿到他所要求的离婚赔偿 吴永强也不会拿到半毛钱 甚至自己儿子的抚养权还会被抢夺 所以朋友答应吴永强 只要主动承认就能帮他减刑 而且未来如果被争夺抚养权 朋友也将免费帮他打官司 吴永强也不是傻的 见到大势已去 自然懂得弃案投名 婚姻不是一场交易 如果合法权益收到威胁 一定记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至于想通过婚姻非法骗取钱财的人 自然会受到严惩 男友高大帅气 年薪三十万 去他家吃一顿饭后 我马上提分手 我叫杨毅 今年二十九岁 从事财务的工作 每个月工资六千块钱 半年前 弟媳生下了一个男孩 爸爸妈妈非常高兴 掏钱给侄子办了一场盛大的满月酒 弟媳妇的娘家婶婶夸侄子长得周正 耳垂大 是个有福气的 长大后肯定当大官 我妈听到这些话 当时就很高兴地道 嗯 你说得没错 圆圆耳垂很大 这点随她爸爸 原本以为弟媳妇的婶婶 接下来会继续夸我侄子 长得怎么样 结果她看了我一眼 话风一转跟妈妈说 说起来 你女儿比儿子大 儿子都结婚生子 孙子已经满月了 女儿怎么还没有结婚 妈妈不想多说 可是又不能不回答 礼貌性地说 她不着急 随她吧 如果是别人 得到这样的回答 肯定会略过这个话题 可弟媳妇的婶婶不是 她呵呵地笑了两声说 她不急 你们当父母的也不急呀 这不好吧 弟弟都结婚生子了 做姐姐的还处在家里 会不会被人说闲话 我听到这里品出一点味道来了 人家说这些话是带有目的性的 妈妈想开口说什么 我觉得她不方便再说下去 毕竟是侄子的满月酒 对方又是弟媳的婶婶 要给人留点面子 但我不一样 我扯了一下妈妈的衣服 示意她不要开口 然后直接回怼对方道 阿姨 我结不结婚 不劳您费心 毕竟我也没有去吃您家的大米 对吧 弟媳妇的婶婶当即涨红了脸 一脸气急败坏 但又不敢发火 后来阴阳怪气说 呵 你这孩子嘴巴真厉害 我跟你说 要改改 改好了 你就能嫁出去了 后来 弟媳妇的妈妈 不知道从哪里出来 或悉尼 事情也只能这么过去了 我弟比我小两岁 他结婚的时候 爸妈全款给他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婚房 还买了一辆二十万的车 弟弟结婚后就搬出去了 我没结婚 继续跟爸妈一块住 这里依然是我的家 弟弟住的小区里 我们住的小区有八公里远 他和弟媳妇刚新婚那阵很少回来 后来 弟媳妇怀孕了 辞职了 两口子就经常回来吃饭 每次他们回来吃饭都是空手来着 也从来没让弟媳妇动手干一点活 我也没有得罪弟媳妇 但他总是说些阴阳怪气的话 问我为什么没有结婚 为什么连男朋友都没有 是不是有什么缺陷 还是心里有什么疾病 我没有心理疾病也没有缺陷 之前有过一个男朋友 我和当时的男朋友是自由恋爱 他比我大六岁 我们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两人的感情很好 也一度给彼此的未来画了许多的蓝图 但后来 男朋友说他爸爸生病 急需要三万块钱 他向我开口 我没有想太多 当时就把钱借给他了 这钱 男朋友一直拖着没有还给我 明明他那年的年终奖有五万块钱 有一次 无意中看到男朋友的手机和别的女性的聊天机记录 我得知他一脚踏两船 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事情 跟他摊牌之后 他老老实实把钱还给我 然后就分手了 分手的这几年 我也不是刻意不找男朋友 实在是没有遇到合适的 别人有给我介绍对象 但我不喜欢相亲 总觉得非常的尴尬 像一件商品一样 让人挑剔 而且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晚婚 在没有遇到合适的之前 也没必要太着急为了结婚而结婚 但弟媳妇明显看不惯我 他说些阴阳怪气的话 不仅我不舒服 爸爸妈妈在中间也左右为难 弟媳妇一个孕妇 我如果跟他计较 又怕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次 弟媳妇说 我的时候 妈妈帮我说了两句话 他就非常的不高兴 把筷子一摔 说不吃了 吃不下 指责我们全家人都欺负他一个孕妇 之后 他就喊肚子疼 弟弟赶紧把他送去医院 从那次之后 我们哪敢说弟媳妇什么 就怕他发生什么意外 后来 只要他跟弟弟回来吃饭 我就不回家 在外面吃 等他们走了 我再回来 原本以为弟媳妇生了孩子 他当妈妈了 就没有闲心管那么多事 结果 侄子的满月酒 他婶婶不顾场合说的那些话 让我看明白了 我要不结婚 他一天就不舒服 不想让爸妈为难 我也觉得自己该找个对象了 以前抗拒相亲 如今知道只有通过相亲才能快速找到对象 心里面很自然地接受了现实 通过朋友介绍 我认识了周明成 他比我大两岁 是一位室内设计师 年薪三十万 人长得高大帅气 说话幽默风趣 性格开朗 周明成条件那么好 又不是那种内向的人 怎么这个年纪没有女朋友 而且还要通过相亲呢 我因为好奇 多嘴问了两句 他笑着说 之前有过女朋友 不合适分了 你条件也不差呀 不也是要通过相亲 我们是半斤八两 对吧 知道他不喜欢这个话题 之后我就没有问了 本来就没有打算追根跑底问下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跟隐私吗 跟周明成见了三次面之后 他向我表白 我对他也有好感 然后就这么水到渠成 成为了男女朋友 周明成对我挺好 他带我去吃各种美食 看电影 周末的时候到附近的景点逛逛 而且隔三差五来公司接我下班 还给我的同事买奶茶和蛋糕 同事都说 我运气好 找到那么体贴又大方 且帅气的男朋友 周明成是真的很体贴 我每个月肚子不舒服 他给我买红糖冲水喝 得知我喜欢吃蓝莓 每次约会都买了一些放在车上 我们年纪也不小了 感情稳定后 都有了结婚的打算 周明成先来我们家做客 不仅给我爸妈买了礼物 还给侄子买了一些玩具 在人情事故上 做得非常的到位 他给我爸爸买了一盒名贵的茶叶和一条香烟 给我妈妈买了一盒补品 这些东西算起来 花了不少的钱 周明成出手大方 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不知道下次我去他家里见他父母 该买什么礼物 这天 我下班回到家里 妈妈指着茶几上的东西说 这一盒甘海 参送给小周的妈妈 这一瓶白酒送给他的爸爸 你明天去他家吃饭 把这两样东西提上就可以了 白酒是一千多一瓶的白酒 甘海餐是大大哥的 品相很好 也不便宜 爸妈都给我备好了 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他们为了操心太多了 周明成十点半开车来接我 到他家的时候正好是十一点 他的妈妈长得很富泰 头发弄成小卷 画了一个妆 脖子戴了一条珍珠项链 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 脸上虽然带着笑容 但一看就是当家做主的人 他的爸爸长得很瘦 瘦瘦高高的 话不多 穿着休闲装 比较随意 阿姨看到我给他们带的礼物 她说 你来就来了 你还带什么礼物 这也太客气了 其实不用带 这些东西 我们家里都有 你看 我家很多白酒 都是明成爸爸收藏的 昂贵的红酒也多的是 还有海参 前几天 一个好友的儿子来看我们 给我带了两盒 我这两天没空 还没来得及泡来吃呢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能面上带笑 阿姨说得倒好听 但我想我要是不带东西来 肯定会说我不懂礼数 毕竟是第一次上门做客 哪能空手来 阿姨是个建坛的人 跟我说她的镯子十万块钱一个 又说他们家有两套房子 三个铺面 她的亲妹妹嫁到了香港 住的房子是豪宅 一千多万的豪宅 我本来带着紧张的心情来见家长的 想着来了之后少说少错的原则 一开始不打算多开口 结果 也不需要我开口说什么 反而一直是阿姨在说话 根本没有我说话的余地 我只需听 还有不停点头 我还以为阿姨是自来熟 所以跟我交底 有什么就说什么 后来 我听出意思来了 人家这是炫耀呢 正当我在游神的时候 阿姨碰了碰我的肩膀道 小杨 我正跟你说话呢 你没听到吗 我愣了一下说 阿姨 不好意思 刚才我正想起一件事情 出门的时候 忘记交代我妈妈了 没事 等一下我给她发条信息 您刚刚说什么呀 阿姨一脸骄傲地说 我说我们家明成那么优秀 可是很受女孩子欢迎的 她从高一的时候就交女朋友了 要不是后来她们上了不同的大学 也不会分手 都是人家女孩子主动追求的 要不是她当时还不想结婚 现在也轮不到你 你呀 可是捡到宝咯 我感到很尴尬 呵呵一笑道 呵呵 明成是很优秀 阿姨 我刚喝多了一点水 先去上个卫生间 阿姨看了看我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那你去吧 我正好去厨房看看 今天我请的终点工帮做饭 也不知道做得好不好吃 上完卫生间 我看到有一个房间虚掩着门 从里面传来老人的咳嗽声 连续咳嗽有十几秒 我不好意思进去看 到周明成的房间找她 她正在玩游戏 看到我进来了 说 你不是正陪我妈说话吗 怎么进来了 我说 刚去上卫生间 过来看看你 她说 我正在玩游戏 你还是回去跟我妈聊天吧 等一下我再出去 我第一次上门 周明成只顾着自己玩游戏 说实在的 我有些不高兴 我问 刚才我去卫生间 听到旁边那个房间有老人咳嗽的声音 那是谁呀 周明成道 哦 那是我奶奶 行了 你先出去吧 我正在玩游戏呢 没空跟你聊天 她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很不耐烦 我看了看 转身离开 回到客厅 阿姨说 小杨 怎么上个卫生间那么久 我还以为你迷路了呢 我道 我顺便去看了一下周明成 他在玩游戏 阿姨 他就爱玩游戏 你不用去管他 对了 我听明成说 你弟弟都结婚了 连侄子也有了 我回道 是啊 侄子几个月大了 阿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道 那你作为姐姐 怎么还没有结婚呢 你条件也不差呀 长得挺好 性格也不错 也有稳定的工作 为什么二十八岁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他这么问 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说 缘分没到 没遇到合适的 周明成不也一样吗 没遇到合适的 所以三十岁还没有结婚 跟我相亲了 阿姨不赞同弟道 这你可说错了 我家明成不是遇不到合适的 是他之前不愿意结婚 要想结婚的话 早就结婚了 不知道阿姨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明明知道我是周明成的女朋友 他还这么说 真是不可理喻 接下来 我不想再多说一句话 他说我听着 不说 我看手机 到了十一点五十分 终于开饭了 六菜一汤 鲍鱼炖排骨汤 波士顿龙虾 白酌香螺 牛排 白切鸡 红烧鱼 青炒菠菜 喊了周明成三次 他把那局游戏 玩完了才出来吃饭 让我们都等着他 我看大家都拿筷子吃饭 就跟周明成说 你奶奶呢 不喊他出来吃饭吗 周明成啃着龙虾说 不用管他 你吃你的 阿姨听到我们说的话 他问我 小羊 你刚才看到明成的奶奶了 我说 没看到 就是刚才上卫生间的时候 我听到老人咳嗽的声音 问了明成是谁 阿姨 没事 你吃你的饭吧 吃完了饭 周明成又继续回房间玩游戏 我跟阿姨在客厅吃了一点水果 实在不知道聊什么 于是我打算回来了 我跟周明成说要回去 结果他说 那你先回去吧 我就不送你了 出了小区有低事 周明成一直在玩游戏 眼睛都不看我一下 我默默地离开房间 我走的时候 阿姨也没有说一句 下次来玩 回到家里 妈妈问我怎么样 我说不好 要分手 妈妈着急地问 为为什么要分手 发生什么事情 我说 第一 周明成的妈妈 连家里有多少套房 多少个铺面 带的镯子多少钱 亲妹妹嫁去香港住的房子多少钱 人家送了她什么等等 她都说出来 这样的人 很喜欢炫耀 也以为自己家很了不起 太高调了 不知道低调两个字怎么写 第二 明明家里还有一位长辈 到吃饭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主动说 叫出来吃饭 就算动不了 也该盛点饭菜给老人家 可是 他们不主动去做 我问了之后 周明成只说 不用管奶奶 吃好自己的就行 她的爸爸妈妈 也没有一句 关心老人家的话 可见平时也没有怎么孝顺 第三 我第一次上门 周明成不管我跟她爸妈如何相处 她一个劲地在玩游戏 玩游戏的时候 什么都不管 还让人等她吃饭 后来我要走了 她也不出来送一下 这种人 婚后别指望她在家庭中能有什么责任感 妈妈听了之后 可惜地说 小周来家里吃饭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一个挺不错的人 没想到 私底下竟然是这样 算了 分了也好 及时止损 你也不要太急 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 要遇到对你好的才谈婚论嫁 我跟妈妈说完之后 马上打电话给周明成 跟她提分手 她只问为什么 我只说不合适 说完之后 我拉黑了她的联系方式 像妈妈说的 分了好 及时止损 不管怎么样 我不能因为弟媳妇 就仓促找个人结婚 毕竟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为了不让爸妈为难 我打算去外面租房子住 儿子想换个人当妈 要他爸和我离婚 如今他却跪着来求我原谅 六年前 我尽心尽力地照顾这个家 换来的却是老公的出轨 婆婆的冷眼 甚至连儿子都不要我 我有新妈妈了 你给我滚出去 我依旧记着当初儿子 邱明大骂着 把我赶出他房间时的场景 这是他第五次和我表达 不想要我这个妈了 而他口中的新妈妈 是我老公邱志强的秘书奇曼 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早已经泪流满面 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 我也曾反思 为什么女儿媚媚那么懂事听话 邱明却如此野蛮不讲道理呢 这一切都是他爸的大男子主义 和婆婆的宠义导致的 我叫他学着做家务 他爸却说 男人的手是用来做大事的 不是用来做家务的 我叫他学着手洗衣服 他爸说 有洗衣机 谁还这么傻 我叫他学着煮饭 他爸说在家叫外卖 不行 还可以出去吃 我叫他多读书 婆婆说 小孩子就是该多玩 以后学习来得及 我叫他多喝牛奶 婆婆整箱整箱的给他囤饮料 甚至他在学校里打人 婆婆还告诉他是对的 接着私底下拿着钱 找对方家长和解 为此 我经常和他们大吵大闹 邱明也学会了顶撞我 甚至用东西砸我 在他眼里 我就是婆妇 而他爸和奶奶才是善人 真好 他们毁了邱明的成长 却得到他的欢心 嫁给邱志强之后的三年时间里 我生了两个孩子 姐姐邱梅 弟弟邱明 因为第一胎是女孩 婆婆不喜欢 就找了个借口说辛苦我的付出 所以让女儿跟我姓 儿子出生之后 婆婆和老公都很高兴 我也知道 他们对邱明的重视 外家眉眉 本身就很听话 所以我也把更多的重心 放在了培养 邱明身上 我付出了十二年的青春 其中的艰辛 只有我自己知道 曾经我是一家 上市公司的业务经理 一年掌管着公司 上千万的项目 但是为了照顾这个家 我选择了辞职 其实邱志强娶我也是有目的的 他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业务经理 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我的那家公司 娶了我 不仅让对手少了一个业务核心 还从我这里得到了不少资源 可谓是一石二鸟 不过我也乐意 毕竟从恋爱到孩子出生的那几年 她确实对我很好 曾经我也是大学里的学霸女神 追求我的人数不胜数 进入职场之后 更是带领一整支业务团队的精英女强人 看着镜中的自己 除了每周靠面膜 勉强保持住的胶原蛋白之外 我只剩下这臃肿的身材 完全没有一点点 四十岁女人应有的知性和魅力 邱志强的出轨 其实我早就知道 西装上故意留下的名牌香水味 就是某个女人 对我赤裸裸的挑衅 我知道 对于一个事业有成 而且不到四十岁的男人 身边注定有一些 投怀送抱的女人 毕竟自从生了儿子之后 我们就几乎没有过夫妻生活 所以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当作弥补邱志强 这一块的需求了 事实证明 女人的一再忍让 只会让出轨的男人变本加厉 邱志强 先是增多了夜不归宿的次数 接着居然明目张胆地把人带回家里 这个女人就是她的秘书齐曼 一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大学毕业生 除了大到夸张的上围 我真没看出她的特别 对 还有一点 她打王者荣耀很厉害 能带着邱明上份 行吧 虽然邱志强只是以工作的缘由 带齐曼回家 但也还是带回家了 虽然邱明是我的亲生儿子 不过既然她已经口口声声说 不要我这个妈 想要换个人当妈 那我就成全他们吧 接下去的时间 我花钱雇了一位私家侦探 帮我收集邱志强婚内出轨的证据 然后我一边学习和留意最新的行业资讯 为付出做准备 另一边我去健身房办了一张卡 决心改变一下自己的形态 黄姨骄 我妈说 你天天不在家 没人煮饭 也没人带看孩子 你到底在干嘛 不过才一个月而已 邱志强就已经不习惯 没人做饭做家务了 我婆婆那更是食指不沾阳春水 纯粹就是来养老的 自从多年前公共过世之后 她每天一早就约着几个姐妹去喝早茶 午休之后就去打麻将 晚上再去跳个广场舞 毫不惬意 你可以让齐曼做呀 反正你都已经让她住家里了 我嘲讽着 她她只是偶尔来帮我工作的 你又不一样 你是 对 她才是新的邱太太 我才是那个保姆 我抢过她的话 冷笑着 你你别给我扯其他的 能过就过 不能过就离 邱志强一脸不悦 但是我知道这才是她的目的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故意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哭了起来 我知道你嫌弃我胖了 丑了 所以我办了一张健身卡 不就是为了恢复身材 你居然也要怪我 看到我在哭 邱志强语气也和善了许多 算了 算了 你要练就练 可以和我提前说一声 我雇个保姆 就是 但是你总得照看明明吧 我才不要她看 我要慢慢阿姨做我妈妈 邱志强话音刚落 邱明就大喊了起来 哼 这就是我养了十年的儿子 不过也好是邱明的话 让邱志强更加尴尬 在这诡异的气氛里 又过了一个月 我收到了私家侦探收集好的证据 是时候离开这个家了 邱志强 我们离婚吧 我当着全家人的面 把离婚协议丢在他面前 邱志强故作惊讶 不过我瞥见其慢和婆婆的嘴角微微上扬 而邱明更是直接鼓掌 还冲着我做鬼脸 邱志强看完一脸愤怒离婚可以 你想要七百万 做梦 是吗 我冷笑着打开手机视频丢了过去 并且对着邱明和邱梅说 你们先走开 女儿倒是乖乖地走开了 邱明本来不肯 不过在我犀利的眼神中 婆婆似乎读懂了什么 拉着邱明走开了 邱志强点开视频 齐曼也探过头看了看 不看还好 一看更尴尬了 视频里 邱志强和齐曼在办公室里 急不可耐地做着运动 时不时说着一些下流的话语 黄姨叫 你居然偷拍我 太卑鄙 邱志强话还没说完 我又丢了一叠照片在桌面上 齐曼瞄了一眼 直接转过头 脸也更红了 都是他和邱志强 出入各种场所的亲密照 怎么 敢做不敢看 你的身材确实很诱人 不过我也想提醒你一句 你也会老 未来还有身材更棒的女人 你好自为之 我一脸鄙夷地看着齐曼 邱总 公司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齐曼毕竟还是很年轻 不敢直接顶撞我 找了借口就先走了 你既然不要房子和股份 我最多答应给你四百万 你有超过一半的财富是靠我的关系赚来的 七百万很公平 你如果不同意 明天这些将会出现在你公司里 听着我的话 邱志强愤怒地把桌面的碗碟摔了个粉碎 七百万基本是抛开房产之外 邱志强所有的财富 愤怒也是正常 不过我没有理会 淡定地准备朝门口走去 算你恨 拿去 邱志强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写了名字 第二天 邱志强准时出现在了民政局门口 不过多带了一个人 我的大女儿 邱梅说 一定要跟你 哼 女大不中流 我没说话 紧紧抱住了女儿 眼眶早已湿润 考虑到还需要等一个月才能正式离婚 所以我先租了一套房子 带上梅梅搬了过去 之后 我联系了曾经的老板 再听说我有一项重回职场 老板像是捡道宝一样 不过我也表示 自己虽然最近有留意行业动态 但是毕竟十几年没接触项目了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老板考虑之后 也答应了我的请求 先把我调到分公司适应一段时间 刚到分公司的时候 部门的负责人 足足比我小了十岁 外加还是博士学历 自然对我有些看不起 我也无所谓 即便是一些打印 复印的工作 我都照样配合 一年的时间 我几乎都在熟悉新的业务 和拓展新的人脉 很快 我的业绩已经成为分公司的头名 曾经的部门负责人对我的称呼 也从黄大姐变成了黄总 我之所以选择分公司 就是为了避开和邱志强的公司正面碰撞 先把他们看不上的乡镇小单子都拿下 战略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最终的目标就是扳倒塌 第三年 我回到了总公司 正式接手业务部 一次产品代理会议上 我又碰到了邱志强 黄一交 我就猜到你会回去 不过又能怎么样呢 十几年没碰 吃一点小单子 就以为能和我抗衡 你也不看看自己那水平 那还希望邱总看在我们曾经的关系上 高抬贵手呀 我恭维着 邱志强最大的弱点就是自负 只要他的情绪一乱 所有决定都会做错 我曾经提醒过他很多次 只是本性难移 那会由我帮他把关 所以他还算做得不错 现在 我就准备拿捏他 这个弱点击败他 邱总 听说您又准备结婚了 我玩味地看着他 哪有怎么样 慢慢比你温柔多了 明明也喜欢他 是吗 那我提前恭喜你了 小心不要再离婚 又要被分走一大笔财产哟 你 邱志强压抑着嗓音里的发颤 怒得挑眉离开了 那天的代理会 也正是我和邱志强公司的转折点 半年之后 我顺利拿下国内最顶级项目的代理权 直接开吞噬市场的霸道模式 邱志强急着想要反击 结果选择了最笨的方法 降价 然而这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因为并非传统的价格之战 而是我对他的降维打击 就好比我已经开始销售数码相机 邱志强还企图继续靠卖胶卷赚钱 也难怪邱志强以前有我给他的资源 自然业务可以风生水起 然而市场每一秒都在风云变化 他不去追踪最新的产品 却依旧想着靠曾经的人脉资源做生意 不败才怪 不出一年 邱志强的公司已经出现严重亏损 原本这种情况 他大不了辞职就行 可是离婚之后 邱志强为了加速赚钱 把收入都投入公司 成为了一名小股东 所以当这艘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 他也只能一起沉入海底 偏偏这个时候 齐曼刚生产完 已经预定好的月子中心 不得已被邱志强退掉 孕妇产后 情绪本来就不稳定 齐曼还被邱志强扔回娘家去做月子 几番争吵之后 彻底抑郁了 一天我收到了邱志强的电话 想要和我见面 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咖啡厅 我内心感到一阵恶心 还想靠着这种怀旧的套路 挽回前妻吗 不过我还是赴约了 娇娇 我好后悔 是我当初邱志强 有话直接说 我不想看他声泪俱下的铺垫 直接打断了他 邱志强没想到我这么直接 双眸里阴郁有些压抑不住了 他扯了扯嘴角 艰难地说道 我知道我们回不去了 但是你能看在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 给我点钱吗 不能 邱志强 邱志强垂着头 拿起咖啡勺 搅拌着咖啡 不停碰撞卑鄙 发出的声音 在落寞的气氛里 显得格外刺耳 没事我走了 今天的咖啡我请 以后别见面了 说着我准备走去吧台 你真想看着我破产吗 明明毕竟还是你的亲生儿子啊 邱志强别离婚了 还让我看不起 要不是你当初教邱明大男子主义 他能选择不要我这个吗 我没有回头 过了几天前 婆婆带着邱明 直接跑来我的公司大闹 黄一娇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害得阿强破产 我们一家要露宿街头 看看明明 怎么说也是你的亲儿子啊 怎么有人这么没良心 听到前婆婆在责骂我 邱明也声泪俱下地 跑了过来想要抱我 我一把拦住 眼前的邱明 除了长高了一点 整个人胖的五官都挤在一起 长长的指甲里 还都是污垢 我不敢想象 这油腻的男孩 曾经是我的儿子 妈 我错了 你带我走吧 从你选择不要我的时候 你就应该明白 我不会再管你 你想跟我不过是 接受不了现在的生活 我和你爸离婚的时候 你说我不配 所以你选择了他 既然这样 你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前婆婆听到这里 直接给了我一耳光 公司的保安见状 直接冲上来 把他们拉了出去 见他们离开后 我也准备出门见客户 我刚走出办公大楼 一辆急速行驶的小车向我冲来 我被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到 站在原地没动 这时一个保安冲出来 拉了我一把 但还是被撞到 不过还好这一拉 我才没有正面被车撞上 摔到一旁 只是擦破了手臂 只是我看到车上的人 我彻底心碎了 开车的居然是前婆婆 秋明坐在副驾 见到我只是轻伤 前婆婆气得咬牙切齿 旁边的秋明则喊道 奶奶 快走 警察要来了 前婆婆恶狠狠地盯着我 准备离开 却被保安 带人拦下来 然而 她居然做出更夸张的行为 想要冲出去 结果撞上了出口的两台小车 接着警察就来了 把我们都带到了警局 邱志强也急急忙忙地赶来了 娇娇 求你不要起诉我妈 她都准备杀了我 你觉得可能吗 我愤怒地看着她 这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了 另外她还撞毁了两台车 涉嫌寻衅滋事和故意毁坏财物 没等警察说完 邱志强已经崩溃地抓着头发大哭 她知道即使我不追究 前婆婆坐牢也是注定的了 我最终没有选择和解 前婆婆多罪并罚被判六年 还要赔偿车辆的损失 从那之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邱志强和邱明 只是听说 齐曼抑郁之后 选择了和邱志强离婚 邱志强带着邱明和齐曼给他生的儿子 回去了老家 如今的我不仅年薪百万 而且老板还给了一小部分干股 我的身家也已经超过千万 宝贝女儿遗传了我的聪明 今年高考的成绩620分 虽然清华北大事不可能 但是211的大学还是可以随便选的 在三考虑之后 我和老板申请调往北方的一个分公司 可以靠近女儿读书的大学 我也决定开启新的生活 离开这座城市 离开那些曾经不美好的回忆 回望这些年的经历 我才明白 不要高估人性的善 更不要低估人性的恶